驚險之機先來看到的是有貨物沒有綁牢固 結果釀貨在台中有一輛一飲車 因為固定繩斷掉 導致車上載的鋼板整疊掉落 差點砸到了兩台機車 而另外在高雄小港 則是有一輛大貨車 載了快要很重的鋼卷 那麼駕駛就說了 它是看到紅燈之後貨灣刹不住 導致車上的六個鋼卷飛出去 砸到了三台汽車 大貨車一路飆過來 過彎時車上載的鋼卷 像保齡球般滾落下來 飛到對象 重雜等紅燈的三輛汽車 我看東西掉下來 那個路燈也倒了 我沒辦法反應啦 因為第一台 我也來不及反應啦 捲筒就砸過來了 事發在高雄小港 有六個鋼卷散落在南北向車道 有的變形 路燈被砸斷 沿路都是脫落的零件 現場一度交通大打結 肇事駕駛坦承 過彎 煞不住 起步後來到這裡 它就隨便紅燈 要變紅燈 它真的倒不下來 過來的時候速度太快了 它不是狠的 它是低的 所以它是整個翻過去 平均一個鋼卷有四頓重 車上一共載有九個 除了車重 紅燈下不住以外 最主要釀貨原因是沒有綁牢固 在運出鋼卷未固定 拿往掉落車外 現場無人受傷 無獨有偶 台中一輛應營車左轉彎 車上載著城板 整堆掉了下來 差點砸到機車族 嚇得騎士趕快往後退 落車裝載之貨物固定繩 突然斷裂 致死貨物掉落路面 撞損消防栓 消防栓被撞壞 馬路變水路 還好沒有搏輯人車 只不過大車在大量貨物上路前 最好是確認貨物綁牢固 否則貨物跳車 該賠的損失 可就不小 記者綜合報得 回到